病毒性肝炎会传染吗 如文医生特邀专家吴文华 闲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感染科主治医师 病毒性肝炎传染吗 我们病毒性肝炎呢 目前常见的几大类就是甲乙丙定物 特别是甲乙丙物 甲形和物形 多是通过粪口途径来传染 也就是说消耗道的这个传播途径 所以我们要注意水源的卫生和饮食的卫生 那对于乙形和丙形来说呢 它们呢母婴垂直传播 血液暴露史的相关传播途径比较为主 比如说我们这个乙形 在咱们中国呢 母婴垂直传播为主要的传播途径 也就是传染途径 那对于丙形来说呢 这个血液暴露史 比如说我们的输血 卖血 然后还有我们的吸毒 共用这个针头 以及我们的拔牙 纹身 这个拔牙呢主要是指 在一些不太正规的这个诊所 用没有消毒过的医疗器械 现在在我们的大医院里面 这个口腔的器械相对来说 都是比较安全的 它们都是一次性的 而且消毒措施也做得非常好 还有这个纹身 都是有可能会发生病性肝炎的情况